BOSS撒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热门话题 人民币国际化 最新数据显示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占比达到4.61% 连续8个月保持全球第四的位置 乍一听 这个数字好像很了不起 是不是 别急 听BOSS我慢慢道来 首先 我们得承认 4.61%确实是一个进步 要知道 10年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还不到1%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我们不能被表面的数字迷惑了眼睛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4.61%是怎么来的 有人可能会说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每年进出口总额那么大 按理说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率应该很高才对 但是 老铁们 数据会说谎啊 咱们的对外贸易 大部分还是用美元结算的 为啥 因为咱们的企业从原材料进口到产品出口都得看美元的脸色 美元一波动 咱们的企业就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 那人民币的4.61%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 那些被一带一路忽悠瘸了的国家 他们被迫用人民币结算 因为他们没得选 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实力有限 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和投资 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样一来 这些国家就不得不增加人民币的使用 从而推高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 但是 这种强制性的使用能持续多久呢 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 或者找到其他的贸易伙伴 他们还会继续使用人民币吗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第二 就是咱们自己的人在用 比如 你去境外旅游 用人民币换了一些外币 这也算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里 还有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华侨华人 他们使用人民币的交易也被计算在内 但是 这真的能算作人民币的国际化吗 再来说说所谓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日趋丰富 咱们看看现实 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是个小透明 国际债券市场 人民币占比多少 国际股票市场 人民币占比多少 国际外汇市场 人民币交易量多少 答案是 少得可怜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仅为4.3% 远远落后于美元88.3% 欧元32.3%和日元16.8% 在国际债券市场 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占比更是微乎其微 不到2% 国际投资者 谁愿意冒着风险 去投资一个不自由兑换 汇率波动剧烈 政府随时可以干预的货币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障碍 那就是咱们自己 你想想 一个连谷歌 脸书 推特都上不去的国家 一个动不动就割韭菜 打压民营企业的国家 一个资本 管制严格 资金无法自由进出的国家 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你的人民币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 比如取消QFII和ERKTI额度限制 允许外资控股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等 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仍然很低 比如 外资进入中国股市和债市仍然面临诸多限制 外国投资者持有A股的比例不到5% 远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在债券市场 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比例虽然有所上升 但也只有10%左右 远低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资本项目仍然没有完全开放 这意味着资金无法自由进出中国 这大大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国际投资者 你会愿意大量持有一种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吗 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其经济结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 中国的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内需不足 产业结构不平衡 高科技产业占比不高 地区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差距巨大等 这些问题都影响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此外 中国的法治环境也是一个大问题 法律的不确定性 执法的随意性 都会让国际投资者感到不安 近年来 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突然打压 对教育培训行业的一刀切政策 都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怀疑 那么 面对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比如 设立立岸人民币中心 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等 但是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 以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例 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其人民币存款规模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 就开始下降 截至2023年5月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仅为6444亿元 远低于峰值时的1万多亿元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在下降 这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再来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虽然中国政府大力推动 但效果并不理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2022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7.92万亿元 占同期户务贸易总额的比例不到20% 这个比例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户贸易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美元的地位太强势了 美元不仅是全球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 还是主要的储备货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高达58.6% 而人民币仅为2.7% 这种巨大的差距不是靠几个政策就能改变的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汇率政策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一直备受争议 虽然几年来 中国宣称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实际上 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汇率 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也损害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 国际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可能因为政府的一纸命令 就发生剧烈波动时 谁还敢大规模持有这种货币 再来看看中国的资本管制问题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逐步放宽资本管制 但实际上 严格的资本管制仍然存在 比如 个人每年只能兑换等值5万美元的外汇 企业对外投资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批 这种严格的资本管制严重阻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国际投资者 你会愿意大量持有一种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流动的货币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更重要的是 这种严格的资本管制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自身经济和金融体系缺乏信心 如果中国真的像官方宣传的那样经济强大金融稳健 为什么还要如此害怕资本自由流动呢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 近年来 中国金融领域的风险不断积累 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以房地产为例 长期以来 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40倍 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这意味着 普通中国人要不吃不喝工作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 不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还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再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 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00% 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尤为严重 这些债务大多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介 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 但是很多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低下 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这些金融风险的存在 无疑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 毕竟谁愿意持有一个可能面临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呢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要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的效率和活力 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改革 要进一步放宽 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限制 同时也要允许国内投资者更自由地进行海外投资 只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人民币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再次中国需要建立更加透明 公平可预测的法律和监管环境 要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有信心 最后中国需要正视并解决自身的金融风险问题 要采取措施控制房地产泡沫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但是这些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们需要时间需要勇气 更需要坚定的决心 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呢 看看近年来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比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又开始依赖老套的刺激措施 比如大搞基础设施投资 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期内提振经济 但长期来看只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 增加金融风险 再比如面对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加强管控 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这种做法不仅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也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产生了疑虑 还有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政府的对策似乎还停留在三孩政策这样的表面措施上 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险体系不健全 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等深层次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 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再来看看中国的产业政策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 希望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实现产业升级 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惕和反弹 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 真正的产业升级应该是市场主导 企业自主创新的结果 而不是政府强行推动的结果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比如5G 人工智能等 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 比如在半导体领域 中国仍然严重依赖进口 这种技术依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 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作为支撑 再来看看中国的教育问题 虽然中国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 但教育质量的提升并不明显 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过分注重应试 忽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人才 长期来看 这将影响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下降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 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如果中国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将受到影响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虽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它确实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主流国际社会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 而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如果国际社会不信任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又怎么可能信任它的货币呢 再来看看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 近年来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贸易摩擦科技封锁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 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 无疑会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因为货币的国际化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 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那么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应该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呢 首先中国需要真正深化改革开放 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公平对待国内外企业 保护知识产权 建立透明公平可预测的营商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 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 其次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改革 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 再次中国需要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要增加研发投入 改革科技体制激发创新活力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才能在国际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 人民币才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 同时中国还需要改革教育体系 培养创新型人才 要改变过分注重硬式的教育模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只有培养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中国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 中国还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承担大国责任 要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 通过这种方式 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为人民币国际化 创造有利环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建立更加透明 负责法治的政治体系 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 只有这样 人民币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当然 这些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们需要时间 需要勇气 更需要坚定的决心 问题是 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我们看到的 更多是一些表面的 短期的措施 而不是深层次的 根本性的改革 比如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政府又开始依赖老套的刺激措施 而不是致力于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再比如 面对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 政府的反应是加强管控 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来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这种做法 不仅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也让国际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产生了疑虑 还有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政府的对策 似乎还停留在三孩政策这样的表面措施上 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养老保险体系不健全 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等深层次问题 这些问题 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 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朋友们 愿清现实吧 人民币国际化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其整天追需什么4.61% 不如踏踏实实地搞好国内经济 解决自身的问题 记住 只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人民币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大家是怎么看待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 占比达到4.61%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